我被鳥踩 女子惊吓放声尖叫 下一秒大鸟立刻正翅俯冲 朝路人的头狂扒下去 被攻击的男子吓到妙蹲下 想用守护头根本来不及 恐怖蓝雀袭击路人 竟在市区连环上演 妈妈带着小孩经过 也惨遭鸟鸟突袭 惊恐暴脱蹲地 孩子放声大哭 散步阿伯也无法幸免 猛然一着 惊起来心有余悸 频频回头 厉米妈妈跟女儿直接书包户头 守户头优备而来 因为居民都知道 这里有愤怒鸟出没 我已经被攻击好几次了 所以说我才会开始戴帽子 他连小狗也会攻击 就戳一下 就像被打一下头 他的脚给我按拔下肢 蓝雀空袭警报 就在北市内湖民权动路六段 这处巷弄内 一旁社区张贴着警告标示 居民几乎天天被攻击 出门都会戴帽子或撑伞 因为仔细看 尿嘲就在社区门口的树上 凶狠蓝雀不止盘旋 吃小鸟还会朝人类攻击八头 这个时间点是蓝雀的繁殖剂 那现在刚刚在狱处 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破 所以他们就会去驱赶 新北市永和秀山国小外 还有内湖科学园区 也都曾上演蓝雀在市区袭人 4到8月是蓝雀繁殖剂 专家提醒民众除了防御 千万别反击保育类 否则恐面临五年以下徒刑 看来还是36计躲为上策 远离晋级的蓝雀 记者陈正梦 黄玉兰 台北报导